来见何人 报上姓名 我乃长山赵子龙 曹操正要攻打徐州 天底下的诸侯全部荡起了缩头乌龟 面对徐州的求助不理不睬 没有人愿意为了一个陶谦跟我一天 就连曹操也一口堵定 陶谦绝对拉不到赞主 凭徐州那几千兵马 拿下是迟早的事 陶谦儿子跑遍周遭 最后求到正义之士工孙挫门下 可供孙挫也很为难 只能叫男人下去休息一番 自己在考虑考虑 正在公孙挫为难之际 刘备突然姗姗而迟 天底啊 你先看一下陶谦发给我的成员信 曹操亲率五万大军 攻打徐州 陶谦危在担心 你说我是救陶谦哪 还是不救啊 刘备一语中递 公孙挫内心早有决断 没有人愿意为了一个弱小的徐州 得罪曹操那样的强敌 公孙挫也不例外 话是这么说 但刘备却做出了不同的决定 得人心者方能得天下 公孙挫震惊不已 但他尊重兄弟的决定 只好再拨给他三千精兵 以做最后协助 可刘备却不要粮草 不要精兵 只向他讨要一人 世人只知吕布骁勇善战 却不知赵子龙才是真正的战神 换句话说 赵子龙不仅武艺高超 最重要的是脑子聪明 衍生于匹夫吕布 只是为人低调 才没有被发掘洗尘 赵子龙人品刚正 当即表示要随刘备一同前往 但他也有一个疑问 凭什么刘备面对敌人的数万大军 毅然决然决定救援徐州 子龙若不问 我早晚也会告诉你 方金天下 各路英雄豪杰借以兵马全盟称霸一方 而我刘备在兵马上远入他们 但我有两样是他们没有的 一是仁义 他刘备以仁义抗不仁 实在是乱世中一补清流 二是汉皇后裔身份 他帮陶谦就是匡扶正义 而曹操名为报复仇 始为取徐州 亦在取天下 耿耿野心 路人皆知 我举兵抗操 便是人抗不仁 以天下大义 具萧雄之补义 一番话说的赵子龙心服口服 对刘备更加死心塌地 刘关章三兄弟拜别公孙挫 转而踏上支援徐州的道路 而另一头的曹操 还做着徐州是自己囊中之物的美梦 不想半路杀出各城养金 丧主的吕布带着几千兵马 趁着自己外出打仗 在自己后方老营助卧 貌似要进行偷袭 可曹操却对这货不屑一笑 吕布 败君之将 丧主之徒 不足为虑 连袁绍袁术都不敢动自己老巢 他不信一个匹夫敢下手 但眉心一直跳个不停 直觉告诉曹操应该速战速决 三天之气一到 曹操就迫不及待发兵 数不清的火球投掷到城楼之上 看来要不了多久就能大获全胜 马蹄生奔勇而至 一白跑小将直入敌军 异常骁勇善战 直接把敌军杀出了一个缺口 话音刚落 大刀扫过之处 人头瞬间落地 他有十万兵马 还怕刘备这几千人不成 曹操干脆下令退兵 主动引刘备前来攻打自己 做出一副害怕模样 本想将人引到包围圈一网打尽 可计划赶不上变化 内的他不放在眼里的匹夫吕婆 竟然在昨夜偷袭眼中 攻破了城 原来是陈公在后方指导 曹操迅速冷静 看来徐州这块肥肉只能暂时搁置 眼下还是守住老巢要紧 等我战罢旅夫 回来再说吧 现在嘛 不妨 做个顺水人情 买刘备个面子 你替我付刘备一信 就说我 接受他的建议 撤军 言和 估计曹操打死都想不到 正是自己的一念之差 导致徐州在不久的将来 花落别人家